各位特别大家好 我是李小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几率非常长考的题目 这种失火问题 假设现在有一个三栋 连栋的房子 他说每一栋房子 本身失火的几率是P 因为零户失火 而被他拖击的几率 是Q 我们求各户失火的几率 碰到这样的题目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其实1跟3的答案 应该是一模一样 因为他们都叫边间 那2是被夹在中间 所以它是另外一种状况 来 那这个时候 很多学生在思考一个问题 老师我知道 来 如果就第一户的失火来看的话 它可以分成三种情况 第一种 自己失火 这个叫P 失火了 第二种 二号失火 二号自己要先失火 然后再波及给他 所以二号失火叫做P 然后呢 波及给他叫做Q 一件事情分成两个步骤作 方法数相成 几率也相成 OK 再来第三种情形呢 三号房子自己失火了 然后波及给二号 然后再波及给一号 来 所以叫做P乘上Q 再乘上Q 叫做PQ的平方 所以 我这些 所以所求第一种情形 我怕你们看错 第一个 房子 它的失火几率 来 有可能是P 有可能是PQ 有可能是PQ的平方 我这边写加 加上PQ的平方 然后答案交过去 瞬间爆炸 老师不对吗 不是只有三种情形吗 不是这个加这个加这个吗 你先搞清楚一件事情 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数学讲的是理论 实际上状况 有没有可能这样子 就是 你自己先失火了 可能你因为烤肉的时候失火了 结果隔壁呢 电线走火也失火了 那你失火就算了 隔壁失火又波及到给你 老师 好像有可能 可是这个几率很低 哪有那么衰 我失火 我自己加失火 够衰了 别人自己加刚好有同时失火 然后他又很衰的又给我 这个几率很低 但是我们数学讲的是理论 理论状况就是 你所有状况都要讨论到 再低的几率都要去算出来 所以很明显的 你这样的方法是怎样 就是如果今天你失火 然后别人失火传给你 这两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同时发生 所以你几率相加 这样就不对 因为你要考虑到是再维护其为的几率 我们都要把它算出来 所以这样子是不对的 这样子是不对的 好 来那老师 那既然这样子做是不对的 那我该怎么赚 来我先问你 第一户不会失火的几率为何 什么叫做不会失火 不会失火概念是这样子啊 来 他会失火的几率叫做P OK 那不会失火的几率呢 叫做E-P 那第二户会失火呢 第二户会失火的几率是P 然后呢又传给我叫做Q 所以我不会失火的几率叫做E-PQ 第三户呢 会失火的几率是E OK OK 不是P 不是我去去 会失火的几率是P 然后呢 传给二号 传给一号 连续传两次叫做PQ的平方 所以一再扣掉PQ的平方 来 所以请问 这个叫做第一户不会失火的几率 然后第二户不会失火 我又传给他叫做E-PQ 第三户不会失火 又传给二又传给E 叫做E-PQ的平方 来 所以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第一户 不失火的几率 这个叫做第一户不失火的几率 来 那我要问的是什么 我要问的是第一户会失火的几率 那就是把全部的情形 几率是E 扣掉他不会失火的几率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第一题的答案 那E跟3的答案都一模一样 都会长这样子 那这个可以爆开 OK 那我问你 如果是第二户呢 第二户他不会失火 我把全部情形扣掉不会失火 就是我会失火 对不对 所以叫做E-P OK 那有没有可能第一户不失火 然后他也不会传给第二户 有 那叫做E-PQ OK 那第三户呢 一样啊 他也是E-PQ 好 因为左两边夹几嘛 所以 这个答案就是 第二户不会失火的几率 OK 来 那火法全部的几率扣掉第二户不会失火的几率 那就是什么 第二户会失火的几率 那第三户呢 第三户也是一样 这个第三户答案在这里 OK 所以这个题目其实并没有很难 你抓到你的关键就可以了 你抓到你的关键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样的题目让各位推荐一下 绝对不是这样算 绝对不是这样算 OK 很多同学这样算就当场就爆炸了 为什么 因为你这样子的认为 就是你认为 我不可能这么衰 我自己失火 结果别人失火也给我 等于是我受两次波及 也有可能最衰 我不会失火 然后我也不会 第三户失火 又不好传染给我 也不会发生 不是 他也是会发生 只是那个几率可能会很低 我们实际上算的话 这个几率可能维护其微 但是我们还是得必须把它列式列出来 OK 今天的题目就比较简单 大家了解一下一些几率的基本概念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留言订阅分享 下方都有会员连结 我们会员其实拍了非常非常多的影片 而且很多的绝招 我都放在里面 各位同学请参考看看吧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